人生的很多的苦恼是因为我们人有了意识 有了思考的能力 有了记忆能力 就让我们对未来形成很多的预期 但是形成预期 首先我要更真切的理解 人类历史大趋势到底是什么 在17年12月 有18位考古学者 在《Nature》这个《自然》杂志上面 发表的一篇论文 这18位考古学者 就想回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人类放弃原始生活方式 一来 在一万两千年左右的时间里面 人类的收入差距 财富差距 越来越扁平了 越来越缩小了 还是越来越扩大了 当然很遗憾的 这18位考古学者的考古证据研究发现 每次技术进步 都导致了财富差距的恶化 以新技术发明出现了 有的人根本就不会去学这些新技术 而另外一些人呢 即使学了也不能够把这个新技术 带来的潜力挖掘出来 就越往前走 就越使得人类一百个人里面 能够创造最多的财富的人 越来越是一个很小比例的人 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更悲观的 就是过去历史上有没什么办法 人类的那个财富差距 这个是可以下滑的下降的 也有了大规模的 那个群体暴力 战争 1914年之前 发达国家的财富差距 收入差距 达到人类社会的顶峰啊 是因为工业革命 和第一轮的这个全球化 然后一战发生了 但是呢问题还没有解决 到1929年的这个金融危机 把民怨和人们的这个方方面的不满 给释放出来了以后啊 同时呢又把那个民粹主义 反移民 反外国人 排外的那些情绪啊 都也调动出来了 就为这个1937年的那个 二战的那个发动呢 又奠立了这个基础 然后1980年 就新一轮的基础革命 再加上新一轮的那个全球化 也是在1980年左右开始的 80年到08年 那个财富差距不断的积累 收入差距不断的积累 然后08年09年金融危机 09年之后的那个民粹主义政治 在各个国家都抬头 迫使这些政客都去选择贸易保护主义 那个发动贸易战 排外反移民呢 这是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跟30年代上半期的 美国和欧洲的经历也是一样的 至于说这一次是不是会重复 上一次的那个第四个阶段 就是战争啊 当然我个人觉得 可能概率比较高的这个战争呢 更多的是冷战 在一些看不见的没有硝烟的领域 来进行竞争 对抗 较量 那我们这些普通人怎么办 普通人 除非你是从娘肚子出生 就带来了很高的天赋 你差不多唯一的出路啊 就是读读书 读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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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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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什么时候到今天上午 我昨天晚上到了 说完 太拥挤了 对太拥挤了 没有空间 就我不喜欢人看起来都很有效率的样子 我不喜欢 太不放松了 最近一段呢 对于说 我准备要写的另外一本书 就是从金融的角度来 尤其对于中国的近代史 重新做一个梳理 那您用金融的视角来重新看中国历史 历史怎么变得不一样了 这历史的什么特性开始出现出来 我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为什么中华民国新成立不到三个月 孙中山把那个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 我个人觉得因为孙中山没办法容道自己 中华民国这个成立了 军小拿不到手 所以当时的话 每天有这个十几二十万的那个民军在南京 整天在临时政府门口去抗议 要要钱 我袁世凯有这个信用 他跟那个日本和汇丰银行 那些外国银行那个关系很好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那个资金的支持 对我看您反复的讲这个观点 就是近代国家 那些凡是借贷的国家 他们都获得了一种现代发展 那些国库里很多存着经营的人 这些国家反而都垮掉了吗 对是的 是的 就实际上是提前把未来的收入 搬到今天来花 先让自己发展起来 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起来 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 但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思维上的这种思维方式和思维障碍 我们现在也没有完全突破 还是在这种过程中好像 照样还是有很多人 不能够理解这个金融的逻辑 有一些人是看到的就是金融的坏处 因为有可能金融借贷 会让一个国家破产 让一个年轻人因为越共被压垮等等 所以那个是很明显的 因夜费时的这种具体的表现 因为对于一般的人来说 年轻的时候是一辈子中最没钱的时候 但是又恰恰是最需要花钱的时候 所以这种矛盾靠什么来解决 就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 那肯定还是要通过金融产品 把不同时期不同年龄段的收入 进行重新的配置 我以前在很多场合 包括一些书里面也谈到过 不管是资本市场还是一般的金融市场 从他们一开始出现 首先是为了自由社会里边的自由人 提供一些工具 金融工具就恰恰是让我们每一个人 提前安排好未来 方方面面可以想到的 这些各种不同的风险 那你不管在未来发生什么 灾荒或者不幸事件的时候 保持你个人的自由 保护你个人的权利 同时最大化维护你自己的尊业 不至于第三下次的求助于别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金融市场是很重要 那是个人自由与个人选择的问题 那当然是这样的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香港 包括本地香港人 他觉得这个城市是被巨大的金钱 做统治的城市 就是说金融既可能是通往个人自由的方式 也可能是一种新的掠夺的手段 就是都这两者是并存的 就是你对您来说 这种实现个人自由过程中 这个经济自由到底展 有多大的作用呢 在做这种讨论思考和判断的时候 我们必须得要承认一个一个事实 一个现实 就是现代经济 离开金融是不行的 就现代经济 跟那个原始社会的经济 那个最大的差别之一呢就是 是不许拍什么 不知道拍吗 这是公共 要生气 生气 那好吧 我们走呗 然而不好意思啊 等不回 挺好的 就金融的发展突然被打断了 哈哈哈哈 等一下 时候您什么要回去 大概时间是什么时候 看清楚 大概五四点一起 还是这么漂亮 我都很好 真是很漂亮 不真实的 很漂亮 第一次来颐和园 应该是85年 嗯 那个时候我在国防科大 研究生 嗯 国防科工委的跟那个航天部 嗯 有一个机会 要组织一个中国的代表团 嗯 去瑞典 嗯 参加那个 一个世界航空航天大会 嗯 然后我们 校的引导呢 他们知道 有陈志武这样的一个研究生 英语好 英语还不错 嗯 在那年十月呢 就第一次到这个 先到北京 嗯 那是我第一次走出中国 只要也是第一次 嗯 到北京来 就顺便 在这里 那等于第一次出国 对 嗯 您不介意吧 我做人无所谓 对 那个时候我年龄 还不是很大 嗯 23岁 嗯 第一站呢 是在那个苏黎市 我们当时坐在那个 一个小巴上面 嗯 然后呢那个车啊就是 每隔一会 过一会 他又停下 嗯 每过一会又停下 我当时就觉得奇怪 嗯 周边也没有人 也没有别的车 嗯 他为什么这个 过一会又停下 过一会停下 因为我们在中国 到那个时候为止 还没有那个习惯 就是红灯和绿灯的 那个区别 你知道吗 哈哈哈 我就觉得 哇这个是效率多低啊 是吗 哈哈哈哈 没有人也没有车 为什么还要停停下来 嗯 所以这个事儿 是让我后来一直很多年 嗯 都没有忘记的 每一个人都是那么遵守 那些规则 然后让我当时这样的第一次 走出中国的人来说 就觉得很不自在 这个规则问题就开始 就等于埋在您心里 开始想那些问题嘛 什么时候你开始想明白了啊 原来是这样的规则 反而是有效率的 这个是很多年吧 嗯 因为坦率讲 就像我现在 我还在具体的想 怎么更通俗的 解释这个东西 解释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人类的历史演变 嗯 因为原来这个社会 实际上任何意义上的次序 都是没有的 嗯 因为本身的话 就世界的人口 啊 有几万年的时间里面 嗯 大概只有几百万个人啊 嗯 所以这个这个地球这么大啊 所以这几百万个人 随便散不在哪里 都是啊 用不着这个分 把各个东西分成为你的 我的 他的资产 是不是私有的 还是公有的 嗯 我们那个时候没这个概念啊 从原始社会开始 进入了定居龙根了以后 走出这个龙根社会啊 慢慢转变到这个工业社会的过程中间 嗯 不要建立啊 各种次序的挑战 是很大的 那我们可以坐这船是吧 挺好 对还是很好奇 也就是说您 对这种大的逻辑感兴趣 您之前是研究金融 包括树立模型这些东西 然后转身到这么大的一个话题上 会担心自己失焦吗 或者过分的宽泛 就是这种 我我关注的是让人去努力 早晨一醒来就想爬起来 嗯 然后呢就是跑几十公里走几十公里 肩上扛的那么重的重量 也愿意去走 最后背后的驱动力 到底是什么 这就是经济学这个最有优势的地方 因为我们抓住了人的行为的这个牛鼻子 您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一点的 这是人人的行为的核心 当然我现在可能有一点偏见 就是说原来我们可能会觉得人类的每一项创新 每一项发明 包括文化方面的发明 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力 这个判断是很大的偏差 因为道理蛮简单 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前 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 如果人均一年的这个人均收入啊 基本上几千年没有变化 就是按照生产力 是唯一的判断 进步的这个标准来看的话 那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前 是停滞的 几千年都是停滞的 所做的任何努力都是浪费时间的 但是实际上原来不止是这样 人类在这个工业革命之前 实际上做的绝大多数的努力的 都是围绕的一个方面 就围绕着提升我们应对风险的能力 让我们呢在有限的资源 有限的这个产出的这个背景之下 大家活下去的能力可以更高 让我们每天可以活得更安心 这是人类文明化的进程中间最最重要的 那么我们就是怎么样提升我们应对风险的能力 在几百年里面西方社会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这个创新 风险保障的这种功能也越来越多的 由这个金融产品来取代了 因为这样一个金城就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怎么没出现过吧 你看中国历来没有发展出来类似于今天的保险行业 现代银行业更不用说证券行业 退休基金行业顺个来说 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靠这个孔家店 我们讲的养子房老多子多福 要通过生小孩 生很多个儿子 一个大的家庭大的家族 宗族就是一个内部金融市场 有了钱 我们一起要分摊共享 如果说有这个苦难的话 也要共担 逢年过节还有其他的时候 有什么小孩上学把你管理 红白喜事 儒家文化支持建立的这个大的家族 宗族就可以给我们提供 足够好的安身利命的这个保障了 什么时候有需要的时候都可以靠族人提供那个帮助 就使得中国社会的应对风险的能力大大的提升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看 就正因为那个孔家店给我们中国人 一直是提供那个安身利命的保障 就让我们就不愿意去对于这个儒家文化进行反思和挑战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让那个儒家文化对我们面对的没有个人 没有权利的这个体系 也不得不接收下来 就像我们过去这些年经历过的 原来的话做计划经济时期 我们从出生到摇篮 很多的人可以靠这个国家 后来的话要搞市场经济的时候 我们都每一个人都裸了 又让我们中国人又留念 留念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 因为那个时候是让你感觉到一个大家族的温暖 所以这个捆绑在一起以后 到最后的话 没这个外部冲击力发生的时候 这个死局是走不出很难走出来 那您觉得经过这个二十世纪的动荡 对这些传统的打破 然后包括这过去四十年的发展 我们是走出来是可以走出来的吗 还是说并没有 我觉得是蛮难的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在座各位 我希望你通过你报告世界 是最大的机会产生了 大发财的机会产生了 您觉得中国人为什么那么想发财呢 您觉得 长期的贫困 五千年的贫困 给我们积累下来的教训 就是要几股放鸡 养儿防老 对您个人来说 过什么时候突然 您就一下子发现自己有经商天赋的吗 对钱的那种理解 好像 我觉得 他们怎么会感觉这么难呢 我想没有很难 我们觉得很难 是吧 是吧 嗯 从来没觉得很难 这是天赋 嗯 我在牢里边 嗯 我得可以赚钱 怎么弄呢 嗯 我没有饿死 我没有 我就第一次坐牢 我没有吃的 就把我放在一个 叫大耗子 就管很多贩人那些人 那里边就放在那里边 有时候我想到一个身材之道 我每天给他们讲故事 我看过那王杜鲁那是 王杜鲁 是吧 王杜鲁嘛 五千年的开山皮组 那个监狱你为什么娱乐呢 我讲故事啊 嗯 我米利西洋了 嗯 我躺在那 嗯 大家都给我吃饭吃 嗯 跟我讲个故事来融资是吧 讲个故事来给我吃饭 至少是我真的 我现在就挣了钱了 对对对 我就活下来了 嗯 我这样活下来 嗯 所以这个模式很早就开始了 我说我说 后来不讲更大的故事了吗 讲卫星的故事 是吧 讲飞机的故事 刚才我说 那个故事就是 金融本质是跨时间的价值交换 你要讲个故事 这个保证的故事一定成功 自然有人把钱给你 就如何能够说服大家给你 但比如说 在九十年代 您讲了很多伟大的故事 那个换飞机肯定是最成功伟大的故事 那后面的故事就没有那么成功 您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卫星比飞机成功的多 嗯 很多人帮我呀 中国最成功的华锡的美国叫李兴林 他参与了美国硅谷的筹建 他最高职务是美国IT&D 就美国国家电报电话公司的一个副总裁 是华人最高的职务了 他把我介绍给一个美国卫星之父 唐纳德 有我出面把他的卫星随机公司买了 我来跑到这硅谷去 很便宜很便宜 现在想起来真太便宜了 一百六十万美元 一个随机公司 就几个人嘛 其实如果说那个事发展下去 真中共 现在当时那个比尔盖斯网谈 就是八百颗卫星把地球包起来 我们开始搞低轨道卫星 搞七颗卫星 东南亚覆盖 如果说当时不我们抓起来 卫星可能变成成了非常大的产业 您本来是Elon Musk的这些事 我认为我在逐渐地认识这个时代 有些成功的话不是我的成功 这个时代进步 只是我跟着的时代走 不是我有到达本领 当这个东西都要出现偶然性 要偶然 你掉队了 还是你自己的问题 那您怎么看比如说 老部下封伦对您那些批评呢 是一个特别了批的战略家 但是跟下面的是脱节的 您怎么看待这种批评呢 我认为我肯定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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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吃吧 吃吧 您状态保持得非常好 我现在锻炼 他不认识我 我肯定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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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的很好吃 看着 你现在火锅吃的还多吗 火锅吃的还多吗 火锅吃的还多吗 不太吃了 麻烦 对我人生一样 越来越简单 那你们也吃啊 你别老赵啊 我们公司那边的人哪去了呢 他们过来吃呗 叫他们过来吃 快过来吃 当时您这么多手下 谁最聪明啊 最敏锐 我自己也不敏锐 也没那个最敏锐 或者说对人的判断是怎么发生的呢 怎么很快判断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呢 我最没有这个本领 人说什么别人无数啊 如母三分的 我都是鬼话 形成一个人 比各方面太复杂 都是偶然性 无数个偶然性 它最后变成别人 您觉得您了解自己吗 我已经过了那个 自天命之年了 我就不知道 那个红老夫子怎么想得这么深刻 嗯 你想真的三岁而立 四岁而不活 但您三十岁的时候是最苦的时候吧 七零年 最倒霉的时候 最苦的时候 嗯 跟任何一个 历史在形成的一样 一定是绝望的结果 就看起来已经完蛋了 不过有的人 有的人 有的人选择了忍受 有的人选择了把 就结干而起 谢谢啊 刚才您说 做思想者是孤独的 您怎么应对这些孤独呢 我只拼命 嗯 我不想成为一个思想家 嗯 我希望我用时间的证明 我的思想正确的 嗯 我们五十年代 很学了很多马克思主义 我就想了很多 开始想中国想何处去 嗯 但是想过去想过来 天天挨斗啊 思想太复杂 嗯 老实说思想复杂 嗯 主要是挨斗 主要是如何能够 争取一个生成的权利 成分的问题 嗯 家庭出身嘛 嗯 但是我不想选择投降 我认为 每一个人就每个人 是在使命 嗯 1978年 嗯 搞改开放 就是我要办个公司 要去实践 嗯 如果说 经济学家不实践 就等于 我当时很挖苦人 那句话说得太过了 就一群老骨鸡 要教育一下 就一群小牙子游泳 他自己都游 他怎么那个 教小牙子游呢 是不是 这个比喻 嗯 因此得罪了很多人 嗯 这反正我也不是个经济学家 我又不害怕 嗯 我在做生意能赚钱 能吃饭就行 嗯 第一次什么时候感觉到 哇 我真是挣了一大笔钱 这个钱对我 是有冲击的有影响的 有 80年代初的时候 最早的 84年 嗯 我跑到北京来 加上2000块钱 我就发现我们国家的冰箱 是有极盛的要求 可是国家 国内冰箱水平非常落后 嗯 国外的冰箱自然非常好 可是我们国家为了保障 但是我们自己的民族工业发展 不允许进口冰箱 只允许进口闪建 要组装 中国的组装慢慢提高技术 但任何事情都有例外 就是什么呢 如何界定 什么叫冰箱 什么叫冷冻机械 同一个文件 就鼓励进口冷冻机械 三百六十一升以上 就叫冷冻机械 三百六十一升 就叫冰箱 我就把这里看准了 去南韩 定一万台 三百六十一升 定量身定制 我就算冷冻机械了 那国家不控制 大量进口 我赚了很多钱 那是赚了多少钱 一千五百万 八 八七年啊 赚了一千五百万 巨大的一笔钱 简直 现在想起来 不可思议啊 我那时候说 发现太容易了 遇到最大的一次挫折是哪一次呢 好像我认为都是挫折 但是都是我前进那个阶梯 我就不认为它挫折了 从来没有觉得 那个挫折是过不去的 那肯定能过去 或者说 怎么面对那种自我怀疑呢 肯定会有很多自我怀疑吧 尤其是我1992年四月 二十一号码呢 一架飞机 我从广州回来 飞机掉下来了 飞机里边 我行李飞机 我把手都打断了 飞机那个座位都扭曲了 居然摇摇晃晃的 飞到北京来了 外面死 我很多次死亡 都要用枪壁呀 飞机掉下来了呀 瘟玉呀 饿鱼呀 饿鱼呀 好像都搞不死我 我甚至迷信了 你看我小的时候 几岁的时候 养鸽子 我把它房顶上去了 掉下来了 地下全是青石 石头 我的故事人很奇怪 我还想过 我死了 结果掉到缸里边去了 一岁一个 毫发无损 在九岁的时候 十九年 就那年 我认为人生最重要的 就是信心 信心 信心 我相信我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三金海富来 我们的老乡里来 就三代王性格 三代王 那也不怕这是盲目的信心 因为这十多年 发生好多变化 包括商业世界 也发生很多变化 你会看到马云这些名字 马化腾这些人 重组资源 当然是铁家最根本的 一个能力 但后面它是需要 非常多的细节来完成 组织的力量来帮它完成 三代王在一个越来越规范的社会里面 会觉得那种受困的感觉吗 不是 它价值怎么产生的呢 就是劳动价值论 它只要复出劳动的 就一定可能产生价值论